这个牌子真的是 从小红书到朋友权到处死 10号15号25号 22号 这家主要就是铁板饭 然后我们点了一个 所以我点了一个这个生达烟烟奶豆 正好我之前想喝的时候 它本身的面包里真的是值那个价钱的 所以我这次又要了一个 今天来拆我第一次参加黑舞买了东西 这个买的是两个那个GW配的包 这个牌子真的是 从小红书到朋友权到处死 所以我最后是看 本来是想想就是 有在考虑要不要买 然后后来是因为看到一个雪妹她买了之后 给我反了图感觉好像还不错 所以我就买了 买了两个 一个是打了73% off 我还有另外一个是48% off 其实很珍惜的是其中有一个包 是我之前在多多的视频里种草 但是当时感觉还有点贵 所以就没有关注它 然后这次正好打几了就可以 打几了 就是一个两个都是腌下包 然后不太一样的腌下包吧 这个稍微大一点 这个应该是那个稍微小一点的 这个 这个是要送给朋友的一个礼物 它其实说小的话其实也没有很小 我给它打开给你们看一下之后给它装回去 因为我要送给别人 它的包的好像还可以 这个腌下包 很好看的一个奶白色 这个其实比我以前装的腌下包 就是它要大一点 就是装的东西会比较多 这个大概有我 就是一个小胳膊这么大吧 然后它里面是 有一个这种小的夹层 好在没有了 感觉做工方面都还可以 就是把这个穿到这边来 你就可以背 而且还不错 给它放回去 它要送别人 给它放回去 另外一个是我给自己买的一个 跟我喜欢的博主是一样的一个包 这个 要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是一家 这个好像是一个新的系列 所以它有换一个包 这样子的 这个其实算稍微大一点一点 也没有大很多 然后这个链跟那个差不多长 它里面是有 有也是有一个跟那个差不多的一个分层 等我哪次出去玩的时候背给你们吃 不用哪次了 一会就出现 hello大家今天是这学期的最后一天了 这两天天气已经冷到我要穿两件长袖的地步了 然后今天最后一天其实就是我把今天要交的所有deadline在昨天晚上已经写完了 然后今天其实只剩下一节一个小时的课了 然后现在是大概中午12点左右的时间 我准备先跟朋友去吃个早茶 其实是算午饭啦 只不过就是我们想吃早茶而已 那我们就马上出发吧 我这两天一直在背 我之前在黑五码的这个包 它真的是搭什么衣服都好看 只要不是太运动就好 而且它这个大小其实挺大的 可以装下一个手机一个钱包一个那个电脑充电器 再加上一个耳机 就是还可以再看下一包纸巾这样子 还挺实用的 一会进电梯如果是那个电梯里没有人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照镜子的全身图 这样这个包可以就这样挂在胳膊上 或者是这样背在肩膀上 都很好看 看一下吃啥 看一下吃啥 这是啥 怎么样 我们俩应该少点几个就够了 嗯 我们俩应该少点几个就够了 嗯 吃 你吃啥 嗯 吃啥 吃吧 你多点我过来吃 那啥好吃 几个茶 几个茶 要不是点一个试试 点八点八点 那应该够了 应该 老单 老单 又是讲粤语的一篇 10号,15号,22号 我感觉每次心理学都考得好早 我之前去年也是十几号 心理学每次都考得好早 我第一门,16号才考 我10号是几回事 16号算早的呀,最后一天是22号 16号已经是我到头第二次考试了 最近还有两次 经过了20分钟,终于上了第一道菜 今天中午好多人呀 看不到,反正那边全是人 超级慢 这个是玉米牛肉肠 然后是每次必点的虾脚 然后这次点了一个尖钱肚乌冬 就是上面是那种平时吃的蒸的黑椒尖钱肚 下面有乌冬 来尝一个尖钱肚 啊, и做什么 ación肚子 你算不错 你不能复杂 现在吃完饭去一下超市 好饱啊 这早茶吃的我真是 今天下午是最后一节课 然后那个老师其实我超级喜欢 所以我想现在去超市 看看有没有什么小礼物可以买给他 现在已经上完今天的课了 来元朗吃个饭 然后买点东西 今天来吃这个pepper lunch 这家主要就是铁板饭 然后我们点了一个牛肉片芝士酱饭 一个蒜香牛肉意大利面 然后加了两杯饮料和两杯小食 一个是这个沙绿 还有一杯 还有一个是雪 我点的是冬菱茶 应该是那个烘焙鸡马酱 为什么要咬云呢 好像云了耶 没关系 然后更加烘焙鸡马酱 它这个是有没有 这个是有没有 这个是有没有 也是你会烘焙鸡马酱 然后你先把它烘焙鸡马酱 也要是你会烘焙鸡马酱 这个上来是有点生的 然后先用这个盘把它搞熟之后才能熟 这个是我点的蒜香牛肉意大利面 然后有一个酱 挺有那个蒜味 挺有那个蒜味的 那个酱还挺好吃 然后这个面是那种比较有嚼劲 它没有煮到很大我比较喜欢 再尝一块牛肉 好吃 哈喽 大家我现在回到宿舍了 刚刚吃完饭之后去逛了一下超市 买了两个这个香蕉牛奶 然后买了一盒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到底应该叫什么 就是我之前看到很多喜欢的博主 他们都喜欢吃 然后今天正好这个做检架 我想来尝一尝 他们之前吃的更多是这种鼠条形状的 然后这个是这种方方的形状 是这样子一小包一小包的 其实是跟那种薯条比较像 我刚才吃的一包很好吃 是咸咸的 然后准备给我的朋友们分一点 这个还蛮贵的 这一盒原价是100多 然后打完这个之后也要70多块 不过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这三天从12月1号到3号 正好是K11的那个洗茶新开业嘛 搞的那个买一送一的活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人发 就很多人排队 因为它在开业这三天 买一送一的活动 就只能去天下排队买 不用耍重去点 所以就真的是很多人很多人 我本来想今天去实地体验一下排队 然后买这个的 但是因为我原来约的一个朋友 他突然有事情 所以我想一个人去排队也太孤单了吧 所以我就没有再去 然后找了一个和帮我带了一杯 因为它还要很久 然后过来又很久 所以我就怕它 如果是点那种冰沙泪的话 回来就会口感不好 所以我点了一个这个生打烟烟奶冻 正好我之前想喝的时候 那想喝的那一天 它这个正好卖完了 所以今天正好来试一下这个 然后还让他们给我带了 真的是 我觉得太感谢他们了 就是我经常会看到那种想要排队 但是却很好吃的东西 我就可能想想 哎 还是算了吧 但是他们就真的很执着 就是去排队 然后还会帮我带 然后上次不是说买的那个牛角包吗 就是这个 这个牌子的牛角包 我上次本来想自己去排队 但是看到那个队啊 我觉得应该要排大概半个钟 所以我就走掉了 他们今天去排完了洗擦之后 又排了这个 然后给我带了两个 嗯 我刚才把它一跌 给它跌得有点 难过 这个是一个草莓和裤盆子的 因为上面有奶油 然后刚才被我一跌 那个奶油就 跌到袋子上了 就有点丑 嗯 好可怜啊它 就是上面这个应该是 哦 不 这个是应该是羊莓 呃 树莓 就是那个莓 你们懂的 树莓吧应该 然后蓝莓和奶油 这个今天晚上要吃掉 不然容易坏掉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因为它的那个面包底 真的很好吃 然后除了它上面那些 加的料 然后让它加的价格变得很贵以外 它本身的面包底 真的是值那个价钱的 我觉得所以我这次又要了一个 普通的这个牛角包 就是这种原味什么都不加的 这可以当明天早上的早饭 然后我再煎一个蛋啊 煎一个火腿什么 就是很完美的一个早饭 那么一会吃完这个好吃的牛角包 喝完喜茶之后 我就准备洗洗睡觉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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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